地产股在线普涨潮 业内 配置地产板块或迎来最佳时期 继上周五地产股强势反弹上涨后 今日地产股在线普涨潮 截至今日收盘 A股申万一级行业中 地产板块上涨1.26% H股地产板块上涨0.98% 在A股市场 新华联三项印象和世贸股份均涨停 其中新华联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 新城控股和信达地产涨幅超过4% 中南建设和滨江集团涨幅超过3% 万科A保利发展 绿地控股 华侨城A也均出现上涨 在港股市场 世贸集团已19.1%的涨幅高居榜首 融创中国 中国奥园和亚居乐集团涨幅超过10% 宇州集团 旭辉控股集团 富力集团 龙光集团涨幅超过5% 祥生控股股集团 时代中国控股 中郡集团控股 保龙地产 和景泰富 领地控股涨幅超过4% 今日地产股的普涨 或与近期多重利好消息有关 今日盘中曾有消息称 保利、华侨城、招商蛇口等9家央国企 被要求通过收并购项目资产的方式 唯有中高风险的11家房企提供流动性支持 而消息中涉及的房企股价均在今日出现上涨 此外 近日有消息传出 优质房企针对出闲企业项目的承债式收购 相关并购贷款不再进入三道红线相关指标 更早之前的2021年12月20日 央行、银保监会出台 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 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 同样提到房地产企业的并购 去年12月末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兰曾表示 房地产企业间的项目并购 是房地产行业化解风险 实现出清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 华泰证券认为 此次民营房企违约潮 将促使房地产融资政策 从全面限制转向结构性鼓励 以并购融资为代表的新渠道 或将打破持续近五年的融资穷顶 2021年房企销售业绩依然坚挺 百强房企全年累计销售业绩同比 仅降低3.5% 百强房企在各梯队销售门槛继续提升的同时 规模增速也呈现一定的分化 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上述利好消息 一方面可使房企通过兼并收购 来更好地实现项目扩展 另一方面 一些问题房企的项目可以更好地得到去化 也有助于企业回笼资金 来自克尔瑞的数据显示 2021年TOP10房企销售操盘金额 门槛达到2879.5亿元 同比增幅达19.8% 较2019年增长42% TOP20和TOP30房企的销售操盘金额 门槛也分别同比提升9.2%和2.5% 实现规模稳定提升 行业政策已经见底 在良性循环的指引下 信贷环境的持续改善将对市场成交带来利好 某头部房企挨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地产股相对较低的估值水平 或使其具有阶段性的相对收益 可进行阶段性配置带动市场底部修复 目前或是配置地产板块的最佳时期 中信箭头认为 由于去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增长高基数 今年上半年从数据层面依旧不乐观 预计今年3月开始的小阳春 销售可能获得边际改善 因此2021年4季度至2022年 一季度基本面数据大概率继续下行 而政策暖易也会较为明显 这段时期是配置地产板块的最佳时期 近半年来 房地产股一直表现不佳 虽然期间也偶尔出现部分地产股大涨的情况 但在大涨后马上又被打回原形 张波告诉记者 如今这波地产股上涨行情 对于一些机构投资者和部分散户来说 资金买入相对安全 可能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时点 去年底以来 不少城市的房贷环境持续改善 房贷利率下降 放款周期缩短 在土地市场 第三批集中供地普遍放宽出让规则 降低拿地门槛 有利于房企拿地 同时 去年12月以来地方性调整政策密集出台 可以期待 今年一季度各地稳住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政策空间 会变得更大 对于今年的地产板块行情 张波表示 今年是房地产新周期的起点 特点为波动减小 时间拉长 城市分化 销售恢复需要时间 预计二季度起稳 竣工修复具备确定性和持续性 但强度可能弱于去年 今年上半年房企信贷发放会逐步加强 产品 后期发放会逐步加强